歡迎收看今天的運動J計畫 我們今天要來講一集關於 常有人聽到啊 就是比較體重過重的跑者 可能沒有這麼適合運動 甚至很常會聽到他說 你這樣體重過重的狀態 可能會導致你的膝蓋受傷 但這些是真的嗎 那我們就看今天的運動J計畫吧 今天我們這集就來跟大家聊聊 如果你是體重過重的這些運動愛好者 該怎麼樣來一個比較不容易受傷的狀態 然後讓你循序漸進的開始 甚至可以讓你的體重微微下降 為什麼常常會有人覺得 就是體重過重的人 容易在運動中受傷呢 其實是這樣的 因為如果你的體重 在一個比較稍微過重 可能變愛值比較高的情況下 那在這個時候 通常你的脂肪率比較高 那肌肉量可能是比較低的情況下 你在運動的時候 身體其實要承受的這個負擔是非常大 那在這樣的狀況下運動 你可能會覺得運動起來特別吃力 因為你的肉量很多 所以你的耗氧量很大之外 第二個就是你的這些 體重比較重的狀況 會讓你的關節可能承受力量 會相對來講負擔比較大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的肌肉量又不足的狀況呢 就會導致啊 你可能在運動中 比較容易有受傷的情況產生 所以常常聽到有人說 體重過重不要運動啊 容易受傷 但我覺得這不是最好的解決方式啊 因為如果你永遠都不動 然後你要保持一樣的飲食方式 那這個時候可能往往啊 你的體重會維持一個 一樣高的狀態 甚至會越來越胖 那這樣的情況是比較不樂見的 所以今天就要來跟大家分享幾個 如果你真的是體重比較重的這些跑者 那該怎麼開始 那怎麼樣的情況下 對你是比較有幫助 也比較不容易受傷的 那第一個要跟大家分享的啊 就是你的運動習慣 一定要循序漸漸的開始 那怎麼樣是比較循序漸漸的方式呢 因為往往你在剛開始想運動的時候 可能會是有那種爆覆性運動的心態 看了某一部劇啊 或是某一個電影 非常激勵你的人心 看到你自己肚子覺得不行我一定要出門運動 那這個時候你可能就會決定 不然明天我來一個10公里慢跑 或是來跑個 從可能台北跑到淡水 甚至騎車騎了三五十公里 那往往這樣突然爆量訓練的狀態啊 對於你的肌肉負擔是非常非常的有挑戰的 那如果你的肌肉是保持一個比較鬆鬆垮垮 沒有運動習慣的狀態 突然這樣爆量的運動訓練啊 其實對你的肌肉是非常大的負擔喔 那通常這樣的訓練 會導致你的肌肉可能來不及恢復 甚至在運動到後段 它就已經開始沒力的狀態 可能導致你的動作開始走樣 在不正確的姿勢下運動 其實是比較容易運動傷害產生 那第二種可能就是你的肌肉 已經開始負擔不了你現在的訓練強度 那這個時候可能就會有軟腳 甚至是注意力比較不集中的狀況 那可能都會導致一些意外發生 所以建議大家不要這樣爆量訓練 一定要循序漸漸的開始 你可以在30分鐘當中 持續的去完成不停下來的這樣的運動 其實就是一個好的開始 那如果一週當中你可以堅持三次 我覺得對於你在剛開始 想要持續的這個訓練的時候 是一個非常好的狀態 因為如果你的訓練 是可以循序漸漸的刺激的話 其實對你的肌肉負擔 它是可以有一個良好的修復期的 你今天運動30分鐘可能是快走 你隔天可以有一個良好的恢復 那你在下一次訓練開始了之後啊 比較不會累積上一次的運動疲勞 那可能會導致你的訓練開始覺得 喔我真的肌肉很痠痛不想開始 各種反面比較負面的心態可能都會發生 那這樣循序漸進跟持之以恆的訓練 可能就會導致沒有辦法繼續進行 那有循序漸進的訓練之後啊 我們就要來講 每一次的訓練時間應該做些什麼樣的事情 如果你是體重比較過重的這些運動愛好者 那你剛開始的時候要叫你馬上跑一個 可能一小時的持續跑步 對你來講一定是負擔非常大的 所以我建議大家可以先從快走開始 其實快走啊你不要看它好像是走路 它的訓練負荷啊 對於體重比較重的這些運動愛好者來講 也是有一個良好的刺激效果喔 你只要在一段時間內 可能我們舉例是30分鐘到40分鐘 那你持續用比較大的步伏 然後手的擺臂比較大的情況下 其實這樣的快走啊 也是可以達到有效的心肺刺激 你在走到後面的時候 你會開始覺得身體啊 心跳開始加快 然後肌肉的負擔開始變大 這個時候有氧的這個訓練效果就會慢慢的提升 那你的心肺功能的刺激會得到一定的效果喔 那如果一週安排剛剛的一次40分鐘的這樣快走之後 其實第二次的訓練啊 你可以稍微安排強度低一點點 你可能是散步的30分鐘 讓你的肌肉有一個強度訓練 一個恢復訓練 那這樣的訓練方式 是可以讓你的肌肉比較有效的有刺激 有恢復 那在下一次的強度訓練之後 對於你的刺激會是比較有幫助的喔 那第三個要講到的啊 就是運動時候要選擇的場所 因為其實你在體重比較過重的情況下 如果你在運動當中是選擇像一般的柏油道路啊 對於你的關節還有肌肉刺激 其實強度是比較高的 因為柏油是沒什麼緩衝性的材質 所以建議大家你可以選擇像這樣的草皮 甚至到學校的田徑場 這樣的訓練場所啊 對你來講 這個肌肉的刺激是比較小的 在這些比較有緩振性的這些地方場所上啊 對於你的肌肉的這個刺激 是比較可以有效的達到減震的效果 那因為你的體重比較過重的情況下 在這樣的訓練上啊 我覺得對於你的長久之際 是比較不容易造成運動傷害產生的 所以建議大家 剛開始訓練的時候 可以選擇像草地或田徑場 對於你的膝蓋是比較友善的喔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聊到裝備的部分 有了剛剛的場地建議、訓練建議 接下來就是身體所穿的裝備 那裝備啊 建議大家至少一定要是排汗材質的這個衣物 因為這樣的材質對你在訓練當中 比較不會因為你大量流汗 然後導致你的身體開始運動表現走下坡 在一個有良好排汗的狀態下啊 你的訓練時間才可以慢慢拉長 那接下來有講到的就是鞋子 鞋子建議大家的選擇啊 一定要選擇比較是高緩衝型的 因為你的體重比較重的情況下 每一步踩下去啊 其實對於你的各個關節 膝蓋、腳踝都是一個蠻大的刺激 那如果你可以選擇比較高避震的這種鞋款啊 對你的保護效果是會比較好的喔 那在剛剛一連串的運動之後啊 最重要的就是運動後的這個恢復了 因為你可能沒有這麼密集的接受訓練的情況下 肌肉的這個恢復時間可能會拉得比較長 所以建議大家在運動後可以做一些幫助恢復的動作 可以讓你的恢復時間慢慢縮短喔 那有哪些動作可以幫助恢復呢 就是你在運動後啊 可以建議大家做一個輕鬆的緩和走路 因為緩和走路啊 可以讓你的心跳慢慢下降 然後讓你的肌肉不要保持這麼緊張的狀態 那在這個緩和走路之後的伸展會比較有效果 所以接下來就要講到伸展 那你在緩和走路之後啊 讓肌肉比較恢復彈性之後 就可以開始做一些靜態伸展 那可以針對你剛剛訓練的一些肌群 給他一個良好的伸展放鬆 讓他恢復原本的彈性 那在下一次運動開始之前啊 肌肉會保持一個比較健康的狀態 也不會把這次的疲勞累積帶到下一次的訓練上 這樣對於訓練的恢復是比較有幫助的喔 好啦 那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幾個 如果你是體重過重的這些運動愛好者 有哪一些可以循序漸進開始的方式 那希望今天的影片對大家有幫助 那如果你有更多啊 關於其他可能是類似的問題想要發問的 也歡迎都在下面留言 如果我看到他非常有趣 也可以拍成一集來跟大家分享喔 那如果你想接受更專業的跑步訓練 也可以參考下方的資訊欄 可以點選DHRC跑步社團 我們最近也開始準備招生新一季的課程 或許在接下來有賽事安排的你 對你非常有幫助喔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我是你的教授良哲 我們下一集見 掰掰 給你們看到 你以為有選擇人員 有一個好方便 為一個突破的 這支影片 也有個頭